民建聯認為,選管會沒有就去年區議會選舉出現的情況,提出改善措施來改善,表示極度失望。民主黨認為,選管會安排共平共正。 民主黨認為,選管會是回歸一個普通常識去理解有關的事情,而不將它上綱上線,從政治角度去考慮有關的問題。事實上,在這麼久以來,香港人也好,選管會或票站主任也好, 如果在現場上有一些實質上行動不便,真的需要特殊照顧的,是有需要的人士的話,他們都是不困難地可以做到有關的安排。 完全是沒有針對,沒有回應,去年11月24號區議會選舉出現的種種不公平,我們認為是極不負責任。 亦都沒有提出有效措施去處理這些不公平,亦都是有失選管會這個法定的職能。 民建聯對於選管會在9月份提出的指引,表示極度非常失望,亦都起度驗證,譴責選管會漠視1124出現的種種選。 ,讓我們再選擇。 既然我們繼續說。